2月4日,王源现身首都机场,他结束了联合国青年论坛行程,从美国回京,一到机场便被粉丝从中包围,他口罩遮面,背着双肩包,乖巧又不是帅气,之后他在保镖的护送下安全离开机场,据悉,王源此前受邀赴约纽约联合国总部作为中国经验代表,出席1月30日,1月31日举办的联合国青社理事会2017青年论坛,并进行全英文演讲,王源不仅是第一位受邀联合国青年论坛的中国人, 也是首位登上联合国世界舞台的中国少年偶像